我現在女兒之間 就是什麼話都女生的嘛 對 爸爸,其實我 然後跟我說 40歲 就是我一直都有一個暧昧對象 真的嗎 冷靜 他冷靜 你哥冷靜 他給你 你哥冷靜 你哥冷靜 你記得 來,小秉哥 小秉哥 來 女兒 好快,16歲啦 16歲啦 而且去年還去上憲哥節目嘛 對 已經變成一個小女人 小女人 以前有抓過她說謊嗎 就只有一次 就只有一次,因為 就只有抓到過一次 對 他沒有抓到 對,也許 說謊很多 他的沒有抓到 因為我是單親家庭 所以呢,就是跟女兒的關係 就真的非常像朋友 所以什麼都能聊 包括憲哥你剛剛講的那個月靜 我也是第一個知道 然後幫她買衛生棉啊什麼 這些都會做這樣 從小還要幫她洗澡 對 所以你知道我女兒呢 她就是在上國小二年級的時候 她們學校推動了就是閱讀計畫 然後閱讀計畫呢,是一張紙 那一張紙上面就有很多格子 就是你可以去圖書館裡面借什麼書 借什麼書 然後就是你差不多填上120本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到 閱讀小博士的一個認證 她就很想要,你知道嗎 所以她就不斷地大量閱讀 然後不斷地就是我都帶她去那個 讀書館借這樣子 結果呢,突然在小學二年級 下學期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她的閱讀速度 怎麼變那麼快 怎麼變那麼快 然後那個我就跟她說 這本讀過了沒 她就寫… 她根本就是胡倫吞藻 然後只是要完成那120本 對 她根本沒看 我跟你講 她只是要蓋格子 因為我後來就問她說 那這一本的內容是寫什麼 她說不出來 她一直吱吱吱吱吱 然後那時候我看著我女兒的時候 我總算發現說 對,她太想要那個認證了 後來我就好好跟她講說 其實你真的不用這麼做 沒有拿到那個認證都不丟臉 對 後來我們就 她什麼事情都願意跟我講 所以我就覺得說 其實她不會對我說謊 你現在有懷疑她有可能什麼事 沒講 我告訴你 不可能 因為我跟我女兒之間 真的嗎 對,我就是這麼有信心 我今天來上這一集的節目 我接到做單位給我的電話 就說這個小孩會不會說謊 什麼的 我就覺得說 因為她就是不會對我這個爸爸說謊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我今天來這個地方 那我覺得我們還是 對 真的 怎麼都接受了對不對 因為你們兩個相依為命的 相依為命 上感情 對自己 會太難看 這太走遍對線了 場面會太難看 不是,你知道我只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因為 他們就是打電話給我 就是他們會打電話給我 然後問我說 小平哥你女兒說謊什麼 我說不會 應該是不會 要不然你先打電話去給她 給我女兒 結果她打電話給我女兒 完了20分鐘之後 她馬上打電話給我說 今天這集你一定要來找 好 那妳有在意 好 好 那就直接看了 好不好 不用害怕 女兒 泱泱 謊言自白 我看妳說了不撒謊 洋洋 但是妳從來都沒有發現 像是今年跨年 我跟妳說 我是去女同學家過夜 但我其實整夜都看同學在心理街頭 抬到象山去看日出 因為我覺得 跟妳說實話的話 妳一定不會讓我去 所以我就撒謊了 希望妳知道以後 不要再感受跟同學出去玩 爸爸其實還有一件事 我在這裡要跟你講 我一直不敢說 因為怕妳知道之後 會對我失望 我的成績一直都是班上前五 但我有一陣子特別懶散 很常出去玩 跟妳說 我在學校是在玩自習 其實都是在睡覺 或跟同學聊天 結果那一次段考 我就考了班上倒數第七 我自己偷簽了成績單 我不敢跟妳說 還自己偷簽了成績單 等到妳問我的時候 我還跟妳說 我這次也一樣都是考第三名啊 而且上高中以後 我已經自己偷簽過兩次了 只是妳到現在都不知道 啊 自己偷簽名 那種啊 爸爸最後還有一件 我最不敢跟妳講 是妳都跟我說 要到40歲才可以交男朋友 40歲 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妳說 就是我一直都有一個曖昧對象 冷靜… 皮克冷靜… 皮克冷靜 她是我國中的同班同學 我們從國路開始 關係就很熱絡 還說好以後要讀同一間學校 我還為了她 跟妳講過一次謊 我跟妳說 我是跟一群人一起出去玩 但我其實是和她 單獨去西門町 不過我們都只有牽手而已啦 雖然國三之後 因為會考就比較少互動 但我們到現在都還是會聯絡 偶爾也會碰面 雖然說女兒是爸爸上輩子的親人 但我這輩子也想和其他女生一樣 請都有舒坦 很正常 很正常 冷靜… 皮克冷靜 她給她久了 先不要… 她給她久了 她給她久了 沒事… 她給她久了 好 成績 這些我們也就不管了 有一次是全班最後倒數第七名 沒關係… 那還贏六個啊 對啊 不是 你知道嗎 因為我好處想嘛 她從高一的時候 我就一直跟她講說 我要收集她的成績單 因為我… 天啊 我哮喘了 但有什麼關係呢 哮喘 她就一直沒有把成績單拿給我 就一直說放在學校… 放在學校 原來是這個原因 那個成績已經可以 對啊 我這一生當中 在念書的時候 老師的評語永遠只有一句 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好懷疑她們進步 很大的進步空間 Oh my God 那有什麼關係呢 OK吧 她現在成績好不好 她一直跟我說前五名 還OK對不對 好 成績不管 感情就不能不管了 對 跟男生單獨出去 而且她既然講到牽手 也就是一壘 那代表她曾經二壘三壘 甚至奔回本壘都有可能 Oh my God 對 就有機會得分了 上一壘之後 對… 放球我們都有看嘛 因為爸爸說要到四十歲 才能交男朋友 太誇張了 我正常 我正常 爸爸又管越多 反而小朋友會越小 對 嚴寡婦出狗餐 對 來… 炳哥… 不是 我跟妳講 因為我就是一個女兒 我就希望她就是可以大一點 陪妳一輩子 事實上我有跟她講過就是說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大一再交男朋友 大一不過分吧 大一 然後她結果她高中考上女校 所以我就一直以為 她的那個感情狀況 跟生活狀況應該是安全的 不會有任何男生靠近 好 女校… 女校才危險 好 接受啦 接受… 不行 但我總是要看過吧 女兒有喜歡的男生 他們都會擔心說 這個爸爸 然後他爸爸是吳重仙 會不會 他會不會壓力很大 對 對不對 我說有什麼好壓力的 對不對 我看一個 你在講什麼啦 你是用這種方式的 不是啦 不是這樣啦 不是 看兩個就打一雙嘛 打一雙嘛 是嗎 喂 你是用這種方式的 你知道因為我跟憲哥有一樣心情 你知道 因為我女兒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有一次我就騎摩托車去學校接她 因為要放暑假 東西不要多 我就騎摩托車去接她 他們派有個男同學 就幫她提東西 你知道嗎 我就很生氣 我就把那個摩托車一丟下去 然後我就對那男生講說 你跟我女兒走那麼靠近 我… 你有車子扭方式嗎 人家國小三年級 沒有同學之間的友愛 結果沒有想到她現在 那男生 牽手抓緊抓緊 不要能接受 我跟你講 沒事沒事 我們都會遇到這一天的 是 有一天 我們是女兒對不對 對 在東區好了 我們有一天回來路邊車停 看到像旁邊大樓旁邊 有兩個男女生 對 其中一個女兒是自己的女兒 對… 然後跟一個男生在那裡 這個嗎 那個情況 你會衝上去嗎 我不會衝上去 我應該就是會 事後回去 會跟女兒去溝通 去了解這個事情 怎麼可能 基本上 因為… 爸爸也做過這些事 所以我會覺得 對 我覺得媽媽可能忍得住 爸爸絕對忍不住 爸爸一定會 不會… 不會 我講真的 我對我女兒是非常開放的 不會… 只有我老婆會比較嚴格一點 如果是我老婆 她一定衝上去的 對 我覺得女生應該會衝過去 媽媽會衝上去 爸爸OK 爸爸不會 真的喔 對 啦啦 如果看到那個萌萌 我一定衝上去說 然後就送她 對 我在跟那個男生 我要跟那個男生 你真的 我跟那個男生 讓我來 我來 就是這樣 想幹嘛 想請問那個男生 讓我來 我來切 OK啦 小秉 OK嗎 OK啦 你不要再幫我冷汗了 她16歲了啦 我整個腋下都濕了 16歲了 好可怕 我怎麼這麼難上這一集 16歲 而是 点燭 2 座 很親和 確實 谢谢大家